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打算给大家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 给大家拍一个影片 分享一下我家里买了这一盆的莲花 它呢,其实我是买来打算过年用的 可是啊,我在给它猜资料的时候 发现它里面是很多的难根 我真的很意外 现在呢,我就把它们全部就独立放在一个 每一个就放一个杯子 就是一个打孔的一个塑胶杯子 没有任何的资料 就是这样裸根的放在里面 其实呢,我本来呢,没有打算给它们猜资料 我打算就这样子放在一个盆器里面 就是过完是一年了才给它处理 但是我在给它们打算给它们消毒一下的时候 就发现有这个难根的问题 所以呢,我就把它的极料都拆掉 这样子呢,我现在就把它这样子放在里面 拆完资料的时候,当然我给它的根部收剪一下 就是发觉它里面的大部分的根呢,都是已经难掉 剩下来的根呢,也是黄的、灰的 反正就是没有这个翠绿、美丽的根部 所以呢,我真的很担心 在刚刚去处理它的时候呢 心情真的不太好 现在呢,我把它泡完那个消毒的容易 就是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揭露过的那些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就是涂抹了那个拜俊青 我发觉它涂得有一点厚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去做的话呢 不用涂这么厚 就是薄一点的就行了 还有它的花枝,我也涂抹了那个拜俊青 现在我就这样子放在这个盆子里面 放回它刚刚买回来的那个组合盆里面 这个蝴蝶兰呢,这个山柱的蝴蝶兰呢 我是买那个县城已经组合好的一个盆栽 所以呢,我买的时候呢 是没有看见它里面的根部是怎么样的 就是回家去处理、去消毒的时候 消毒的时候才发觉它有这个问题 它的花呢,它的叶子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才把它买回来 但是慢慢的发觉它的那个 一些没有发育的一些花包有一些问题出现 然后我就有一点担心 所以我就拨开表面上的那些水苔 就发觉它有一些难根了 所以我就立马给它处理 当然呢,如果你不是把它买来载重的话呢 是没有关系的 它也可以好好的 我相信它如果不动它的话呢 它也可以好好的撐到那个过完新年 但是呢,我是打算给它继续去载重的 所以呢,我就要立马给它处理 不然呢,过完新年之后呢 它的根就会完全的烂掉 就是没有办法去救它了 现在我这样子做呢,我希望可以给它 救救它吧 我已经在尽力的去救它 但是如果真的救不到了也是没办法 因为它的根部是我现在见过最差的一个 蝴蝶兰 但是呢,我希望它可以继续去努力一下吧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画的品种 它的画呢,它的唇呢是很特别的 还有就是我喜欢这一些淡淡的颜色 不会太浓 就是这样很素养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它能够过得很好的 还有呢,就是我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意见 就是呢,如果你打算给你的年花 在未来呢,去继续的载重的话 我建议大家呢 你自己的去挑选三株独立的蝴蝶兰 你要看的就是呢,看清楚它的根部 还有它的叶子 还有它的,有没有这个花包呢 烧包的情况 各种方面都是很好的话呢 你就可以给它买回来 然后买了三个独立的蝴蝶兰 自己就放到一个你喜欢的盆子里面 就可以,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呢,毕竟你可以看清楚它的根部有没有问题 再去购买 但是如果你就是这样子买一个现成的一个盆栽 你很难去看见它里面的根部有没有问题吧 所以呢,我买回来呢 我没有想到它里面居然是这么的差 现在呢,我就要把它全都拆掉 然后又要去救,去做一些方法去救活它了 我希望能够救活它吧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打算自己去买一个盆栽 或者说想买一个年花去过年的话呢 这样子自己去组合会比较好 好了,现在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在这里我祝大家新年进步,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就是在下一年见吧 我希望继续可以看见你们留言 还有继续就看见你们去留意我的影片吧 那我们下一年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你点赞 还有就是分享我的频道 还有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